呼吸胸腔外科的医师一看到我去做检查 就一直问大肠癌晚期的我饮食疗法的情况 关于上次检查的等事情他几乎都不提 反而饮食的事就讲了20分钟左右 回想以前总的来说我常吃鱼 其他的肉则不太喜欢吃 但2000年我被公司派到台北工作五年 一人置身在外 于是饮食变成以肉为主而蔬菜摄取不足 还有喝酒也变多了 其中也是因为压力的关系 现在想起来那时过的生活最糟糕 这些和我的癌症发生应该很有关系 棋子说我一直相信只要做饮食疗法 你的癌症就会好 我的肿瘤不见了 他非常高兴 在影像上的肿瘤消失之后 综合果汁我改成喝400毫升 其他的还是维持不变 女儿和儿子最近也开始跟我一起喝书果汁 今后就算会放宽一些限制 但基本上我还是会持续现在的饮食方式 现在是二人中就有一人会得癌症的时代 所以关于癌症的治疗 任何人都该把它当作自己的事来考虑才对 我希望务必让许多人知道 就算是癌症转移或复发一般的治疗行不通时 彻底的饮食疗法可能会让你打开一条生路 济阳医师的话 白刚先生纪圆发现直肠癌切除手术后 又分别进行两次两侧肺转移癌的手术 才开了三次大手术正想可松一口气时 却又发现癌细胞二耳朵复发 面对这种情形 要是一般人便很容易陷入绝望的深渊 但他绝不放弃从饮食疗法中发现一条生路 努力不懈直到最后终于成功 这份精神非常令人钦佩 在进行癌症的饮食疗法时 家人的协助极为重要 以白刚先生的情况而言 尤其夫人过去就一直主张饮食的重要性 他的提议及协助发挥了极重要的作用 在他的一心努力之下终于有了结果 真是太令人高兴了 在白刚先生的例子里有一点值得注意的 就是他在因为副作用 无法化疗而只做饮食疗法的情况下 二度复发的癌症竟然在影像上几乎消失了 虽然这是偶然发现的 但是让人更能清楚了解饮食疗法的效果 可说是一个十分宝贵的案例 外读白刚先生的手记有一个令我觉得感慨之处 是他最后去做检查 结果医师确认他肿瘤几乎消失了 于是问他除了医院做的治疗 您还有做什么事吗 甚至最近还跟他说想听听饮食疗法方面的情况 目前癌症的饮食疗法还很少人知道 相关的讯息没有传送到有需要的患者手里 虽然我一有机会便会让医 师们了解饮食疗法的重要性 但我想实际抗癌成功的患者本身才最具有说服力 白刚先生在进行饮食疗法时会利用密枣精等食品 许多果实都含丰富抗氧化成分 可除去活性养的成分 不过其中以密枣最具有超权的抗氧化活性 可利用其萃取液成为饮食疗法的一种辅助 现在白刚先生还有家人都一起饮用蔬果汁 这对免疫力的维持增强等广泛促进健康来说 非常具有意义 希望白刚夫妇今后也能共同努力 务必持续这种防止癌症复发的饮食方式 感谢收看 欢迎订阅按赞分享 请不吝点赞订阅